怎么会这样 绝尘急步走到灵师前 眉毛促起 忧心低难 现在是皇上问你 你这算什么回答 自绝尘进门 安炳山的目光便落在绝尘身上 恨不能凭这双眼将绝尘活活蹬死 皇上稍等 请让频道先算一算 绝尘不理安炳山的嘲讽 突得扬起佛尘 绕着龙肝宫走了树圈 最终在暗门前停了下来 树贫导收局打不尽的话 这龙肝宫内有污秽之物 且胀起鼎盛 非灵之所能承受啊 绝尘忧心忡忡的 在暗门处来回踱步 一本正经开口 你放屁 安炳山惊怒之余 忘了有叶红义在场 当下咒骂几句 安炳山 叶红义冷眸看向安炳山 见龙颜震怒 安炳山这才意识到 自己失态了 当下俯身在叶红义面前 皇上切莫听着谣道 胡言乱语啊 龙肝宫乃天子之居 何来污秽之物啊 分明是灵之出土后不适 才会日渐萎缩啊 嗯 朕也这么考虑 道长 你觉得安公公说的 有无道理啊 到底跟在自己身边多年 叶红义并未深究 安炳山的出言不逊 皇上 无才的命格能镇得住的 若是一道安公公的住处 怕是死得更快 绝尘岂会猜不出 安炳山的伎俩 当下开口阻止 罢了 先抬回关鞠躬 你们都下去吧 朕要休息 叶红义只觉 额头顿痛 随后挥手退了二人 静子走入内室 此时 已有侍卫将灵之抬出龙干宫 绝尘自是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 你站住 安炳山随后追了出来 安公公有事 绝尘 你都知道什么 安炳山打死的不相信 绝尘刚刚是无意站在那个位置上的 安公公这话问得莫名其妙 频道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绝尘一脸茫然的看向安炳山 心底划过一抹快意 能看到安炳山这副 金若寒蝉的表情 他再入皇宫 便是直了 你少在这里打哈哈 说吧 你来皇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了荣华富贵 既然如此 有咱家这个师兄抱着你 并会让你坐稳了这个国师的位置 亏得有公公这样的师兄 绝尘才会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 二皇子与绝尘有天大的恩惠 若非是你 二皇子会死的那样惨 公公也在这世上活了这么长时间 该明白一个道理 谢债要有血来撑 绝尘微俯身 凑到安炳山身边 低声开口 一字一句如腹冰霜 凭你也能动咱家一根寒吗 哼 安炳山愤然甩袖离开 心却惶恐不安 如果不是丹药出了问题 他倒不至这般畏惧 可如今皇上已经开始服用这批丹药 现在若向皇上将丹药索回 势必引起皇上的质疑 与其如此 倒不如 看着安炳山离开 绝尘唇角勾起一抹绝冷的弧度 只要能达到目的 他心甘情愿被人利用 对于姚沫婉 绝尘自心里感激 三日之后 当叶红义出现在官居宫时 姚沫婉正浅眠在贵妃椅上 身侧 续子和小悠懒懒地趴在他怀里 睡得香甜极了 看着贵妃椅上的可人儿 叶红义一时忘情地走过去 略有粗糙的指腹划过姚沫婉的坟的面颊 该是有多久未进他的身子了 只是这简单的碰触 已经让他的身体蠢蠢欲动了 可是他不能 近些时日 他身体越发受不得这样的燥热 皇上 您来了 姚沫婉呼得睁眸 美艳的面颊带着些许稚嫩 越发让叶红义忍不住将他压在身下 正来看看王儿 也顺便看看那株灵芝怎么样了 叶红义强忍着冲动 移开手指 转身看向窗边的灵芝 在看到灵芝仿佛重获新生般 散着淡淡的紫光时 叶红义眸间咒寒 皇上放心好了 那些花匠每天都会过来给灵芝施肥加土的 照顾得可周到了呢 可惜婉儿不会 不然一定会亲手替皇上好好照顾灵芝的 姚沫婉欢快地走到叶红义面前 稚嫩的声音宛如黄鲤鸟般 悦耳动听 这灵芝只是花匠在伺候 是啊 这两天晚儿都没让叶军青进这个房间呢 姚沫婉狠狠点头 一本正经开口 为什么 他呀 总是毛手毛脚的 要是打翻了皇上的宝贝 那该怎么办呀 姚沫婉煞有介事的回应 实则姚沫婉是怕有心之人 会借灵芝复活之事 暗指叶军青有帝王的命格 在这皇宫里 他必须事事小心 婉儿有心了 真忘了还有钥匙没处理 你在睡会儿 晚些时候 朕再过来陪你 叶红义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轻拍了下姚沫婉的脑袋 旋即转身离开关鞠躬 看着叶红义急冲离开的身影 杨沫婉唇脚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军已入翁 精彩的戏幕就要开始了 御书房内 叶红义将桌上的奏折 甩到安炳山头上 眸间滚动着浓烈的咬黑 你皇上明察呀 老奴所炼丹药 没有任何问题 只会保皇上万寿无疆 绝对不是什么污秽之物呀 皇上莫要听那妖道 谣言豁众啊 皇上可还记得 他是二皇子救部 老奴早就怀疑 这个妖道再入皇宫 是有所图谋 老奴还查到 二皇子曾救过这妖道 一家老小 他这一次入宫 很有可能是为了 给二皇子报仇啊 皇上 此人不除 后患无穷啊 安炳山料到 灵芝会死而复生 却没料到 叶红义会这么大反应 第一时间打他问罪 报仇 你倒给朕说说看 他凭什么给叶摩汉报仇 就凭那张嘴 叶红义显然不信 安炳山的说辞 皇上且想想 那灵芝为什么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他来了 便发现那么一大猪灵芝 老奴 安炳山惊慌地跪在地上 他很清楚 皇上这些年之所以纵容他 皆因炼丹房 一旦炼丹房出事 他也离死不远了 那是因为皇宫中根本没有这样的高人 你以为朕是傻子吗 朕明人勘查过灵芝跟进 画房的人清清楚楚地告诉朕 那朱灵芝在关居宫至少活了三百年 你该不会说绝尘串通了花匠 空骗阵的吧 朕一查过 那花匠自十岁入宫便一直待在花房 根本不认识绝尘是何方神圣 安炳山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叶红义怒拍桌案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 他精神恍惚 萎靡不振 他也不会因为绝尘的一时之语 而怀疑丹药 哎呀 皇上明鉴啊 老怒为皇上炼丹这些年来 丹精竭律 势必公亲 每一批丹药老怒都亲自试尝过 绝对没有问题啊 安炳山没想到 叶红义竟私下查了这么多事 当下不敢再提绝尘儿子 那你如何解释 朕自服用你新炼的丹丸之后 终日便跟做梦似的昏昏沉沉 连恭维之事 你去将那些药丸拿来 青龙 你随他走一趟 叶红义难以启齿 随命安炳山将龙肝宫内的药丸取来 又命青龙随行 以防安炳山将药丸换掉 老奴这边去 安炳山诚惶惶惶的开口 旋即退出御书房 但安炳山离开 叶红义又命人到黎禁院去请绝尘 黎禁院内 姚素兰一袭华衣裹身 宽敞的衣襟将优美的景象显露在外 尤其是胸前那一片雪白 看得绝尘直艳唾沫 素兰听闻道家有双修之法 若是道长有心还请刺俏一案 是不是这样 还是这样 姚素兰玉只摸缩在绝尘胸前 将他的道袍退至腰脊 发嗲的声音听得人骨头都酥了 绝尘新知自己入宫的目的 本不想招惹这朵桃花 可既然有姚莫婉的旨意 他自是没必要顾忌 若立贵妃有心 绝尘必当倾心倾身 教导贵妃 绝尘的声音粗重且撒哑 此刻 绝尘已然扯开姚素兰的腰带 双手迫不及待地 打开繁复的划长 姚素兰见绝尘把持不住 当下钻进绝尘怀里 就在两人欲上眼 鸳鸯交警的火热喜马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二人闻声灯石慌乱不已 姚素兰更是想也不想地 抄起自己的鞋子 钻到了床底下 皇上口语 宣召国师到语书房见驾 门外传话太监恭敬禀报 绝尘急忙整了整道袍 这才打开房门 国师请吧 小太监俯身走在前面 绝尘下意识回头看了眼床下 旋即关门离开 暗处 姚末晚一直等到姚素兰鬼祟的从房间出来后 方才转身离去 娘娘 奴婢不明白 姚素兰不惜用身子巴结绝尘 到底为了什么呀 他是想让绝尘利用命理之术 改变皇上对他的看法吗 听悦狐疑看向主子 百思不得其解 他和皇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关于这点他很清楚 所以你说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如果本宫没猜错的话 他或许 若真如此 那本宫的这位姐姐 真是越发胆大了 姚末晚眉眼弯弯 唇角笑灿若花 御书房内 叶红义将安禀山手中的药丸 递给绝尘 道长且看看 这药丸有何用途啊 叶红义声音舒缓 态度温和 眼中戾气亦少了几分 绝尘隐忍住心底的兴奋 双手接过药丸 却在嗅过药丸之后 心中暗惊 原本一姚木晚描述 安禀山近日所料药丸 必定有毒 可他手中的这个药丸 虽然不是什么让人尝受的良药 却也无毒 吃不死人 毋庸置疑 之前的药丸 必定是被安禀山换掉了 五荒万岁 绝尘灵机一动 当下跪在叶红义面前 将药丸高举过顶 道长这是何一 皇上能得此良药 实乃设计之幸啊 绝尘一语 另一侧战惊的安禀山 甚是哗然 以他对绝尘的了解 绝尘必能秀出 这药是再平常不过的开胃丸 取材也是最便宜的山楂 根本毫无价值可言 哦 我是此话怎讲 叶红义瞥了眼安禀山 随将目光落在绝尘身上 如果贫道没猜错的话 此药该是用世间珍稀药材 再配以易手良药制成 就算贫道深谙此道 也未必会琢磨出 这样精准的方子 绝尘将手中的药丸 大大夸赞了一番 此药真如道长所言那般神奇 贫道又岂敢欺瞒皇上 嗯 道长果然好眼力 道长且在宫中住下 不日朕便将封道长为国师的诏书 昭告天下 叶红义心情大好 旋即退了绝尘 之后安抚了安禀山几句 才命其出去 但安禀山离开御书房后 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绝尘 为什么要帮伐家 安禀山本以为 绝尘会将内药丸 披得一无是处 而自己也难逃皇上的责备 却没想到结果与他料想的简直天差地别 不然呢 师兄以为绝尘会利用这个机会抢了师兄的饭碗 那种乌烟瘴气的事 绝尘不稀罕 咱家问的是你为什么不趁机参咱家一本 你不是很想咱家死吗 安禀山对绝尘的态度心存质疑 以师兄在皇上心目中的位置 一个小小的开胃丸 还要不了师兄的命 而且绝尘也强调了 如果师兄一死 皇上势必要把炼丹的事推到绝尘身上 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绝尘没兴趣 绝尘瞥了眼安禀山 心底也痛惜错失了这个机会 看来你还是冥顽不灵 定要与咱家作对 既然如此 咱家也不必领你这个情 安禀山狠瞪了眼绝尘 愤然离开 是夜 当绝尘出现在官居宫时 赫然看到 叶君清就坐在那里 当时退后数步 窃窃看向姚莫婉 你这是什么态度 本王是老虎吗 能吃人吗 叶君清瞥了眼绝尘 双手难得的没钻成拳头 王爷不是老虎 不过也能吃人 绝尘说着话 又朝姚莫婉的方向 挪了两步 本宫问你 今日之事 你为何不在皇上面前 参安禀山一本 清月的声音 听不出一丝情绪 姚莫婉定眼看向绝尘 英纯清起 诞生质问 娘娘明鉴 贫道这样做 只是不想打草惊蛇 一旦贫道揭发安禀山 皇上或许会责罚他 却一定不舍得杀了他 即使 安禀山若因此 换了炼丹房制药的原料 我们便再无证据证明 他炼的丹药有毒 贫道临时改了娘娘的计划 实属迫不得已啊 绝尘双膝跪地 诚心禀报 王爷输了 听月 把王爷的燕魂剑 替本宫好事收着 姚莫婉浅笑奄然地 看向叶军清 此刻 听月已然将桌上的燕魂剑 双手捧到姚莫婉的内饰 花言巧语的妖道 叶军清恨得牙痒 拳头钻得咯咯直响 绝尘不明就里 身体不由地跟着颤了起来 嗯 你做得很好 这件事是本宫说服 本宫没想到 安禀山会这么快 把药丸换了 幸而你聪慧 谁懂得变通 姚莫婉十分赞赏地点头 眼底闪过一道锐光